慈明念佛 世尊在大吉经里面说得很清楚 他说 念佛即使无上深妙禅 这佛说的 就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了 无上深妙禅 能把你的烦恼吸气统统念掉 所以你的慧念 才有执着阿弥陀佛 全归阿弥陀佛 执着没有 才有分别阿弥陀佛 才有其心动念阿弥陀佛 全都归到阿弥陀佛 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 其心动念分别执着通灭了 只剩一句阿弥陀佛 你成功 这就是这样 这就是对 效果是什么呢 就是经体上的 清净平等于求念出来了 清净平等于求是自信 这个东西念出来 就明信信信了 他有全身次第 首先清净性陷阱 你的功夫不能改变 还是一直念下去 升到第二个阶层 平等于求 平等于求 不改变 一直念下去 最后大彻大悟 民心见信 这就是大彻大悟 就是民心见信 兼信信 神信信信 参禅 大彻大悟 念佛是参禅的另一种方法 目的还是大彻大悟 念这一句佛号 确确实实 把烦恼扶住 扶久了 烦恼没有了 就断了 烦恼一断 清清清清清 阿鲁汉的国为 九次的定 平等心是菩萨的定 这是如来的定 自信本定 应该要相信 请不吝点赞 订阅